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别人家做客 可是呢 这边真的太好拍了啦 刚刚被我逼迫当摄影师的 其实是这一间屋子的设计师 乔俊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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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现在看这整个房子啊 整体风格其实是很明确的 那你在设计客厅这个主场域的部分 有加入什么你的巧思进去吗 像这个涂料的部分 因为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种粗犷的感觉 然后其实也可以符合屋主他工作的那个 他在公司任职的那个就是品牌形象 野性 但是他在野性的当中他还有很多精品 就是有质感的东西 手做的这些纹理啊 就代表一个手工的 感受一下 对 意大利的特殊涂料 每个师傅的他的tudo做出来的 每一个的那个纹理效果都会不同 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原因是 他比较可以体现出原创的感觉 所以 这个等于是独一无二的 对 那除了粗犷野性的部分 还加入了什么样的原材 像不锈钢 像这个都是不锈钢的那个钢板 你又本以为不锈钢钢板跟木头 搭在一起会很突兀 结果又不会耶 因为其实我们整体色调来讲 其实比较偏重一点 那其实想要配不锈钢 就是让他有点缀的效果 让整个空间 有一种冲突感 对 冲突感 这个屋主他们本身就是 当初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们就讲 要断舍离了 就是有些多余的东西 他可能就是 借着住进来的时候 哇 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应该很难做到 光是呢 我们请小潘摄影 帮我们后退一下 带到这整个 我觉得以一般的家庭来说 整个客厅大空间 主要空间 只有这个柜子 就是 呃 其实还有 不太有 没什么遇过吧 这里 这边还有一个 这里我们还有一个 这看起来不像柜子的 出门的衣帽柜 那这个门 神官很多都会做一个柜子 包括这个门片 我们也是设计做不锈钢的 洞洞板的那个 冲孔板 就是冲孔板 包括我们连地板 都跟我们的墙壁 其实这样乍看之下 这其实都是有很 就是有关联 就是我虽然野 但是我野的是很有 那个气质的感觉 我们是看它地板的斑驳啊 它的纹就对了 它的斑驳感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去搭配 包括它这张 这张 这张 石木桌 当初这张桌子也是 特地挑的 请勿 我们特别去台北一个 它专门在卖这种 这种木头的 去挑的 去挑过的 那沙发应该也蛮费心思找了吧 对 包括我们沙发也是 定制 定制家具 那包括这个皮啊 我们也是特别去选过的 有点像是 仿牛皮的感觉 因为真牛皮其实 以整组定制家具下来的话 它其实单价是还蛮高的 所以我们用 而且照顾起来也蛮辛苦的 对不好 为什么天花板这边也会做涂料 原因是因为它 如果在这边用餐的时候 它可以感受那个 氛围 好延伸过来的 对对对那在客厅的部分就会希望 我会希望说因为整体空间来讲 其实 怕会太重 所以在天花板还是以白色为主 让整个空间感再放大一些 因为这个在色彩学上面也是有一些关联 原本主卧的门 它是在这个方向 那因为 风水上 屋主对于风水上的考量 所以 包括空间更好利用 所以我们把门改向改到这边来 那这边我们是做一个 跑漆的隐藏门 这里进来呢 这边就是 屋主的化妆桌 那临近它的浴室 这个跟 客厅那个不锈钢的 冲孔版 冲孔版 对对对 它算是蛮呼应的嘛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调性 就是让体现屋主 它比较有个性的一个 我没有想到说就是它那种轻工业 算是吗 轻工业现代 应该是说精品工业 精品工业 精品工业风格 就是一路到主卧来 因为很多都是客厅如果走这样的风格 可能主卧会温馨一点之类的 所以屋主是还蛮有个性的 感受得到 包括这个灯光打下去的这个纹理感会更强烈 跟我说这个住了一年谁会相信啊 住了一年这些架子它不是拿来收纳 它就是拿来装饰用的 是是是 你自己应该也觉得很惊讶 很厉害 我那时候我们刚进台的时候就有讲 哇这个真的是住关一年的感觉吧 这一块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的隐藏间吗 这是它的更衣间 哦 对它的更衣间 那我们其实在更衣间的部分 我们有在这边有设计一个灰波 当我里面灯光不开的时候 它其实你可以站在这边看 它其实看不太到里面 看不太到里面 可是里面看出来很清楚 对对对 因为有开灯的关系 里面看出来很清楚 我开灯的话你就会很清楚 蛮特别的啊 因为屋主本身也有学那个风水 所以它在每一个房间都会有更衣间 我们等一下再带你们去看 当初这边上面是有一支梁 它上面有一支梁 那基本上 为了让它的天花板屋高可以更高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设计一个弧形的 那个修饰这支梁的那个 这个弧形一下去 其实完全没有觉得说这边有吃梁下来 因为其实现在喔 房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贵嘛 那当然希望住进去不会有压迫感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天花板能够尽量高尽量高 我们当初是做一个 因为这个不同材质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让它 层次 对对对对 让它有一个收尾界面这样子 就不是齐的吧 对对对对 因为你当你不同材质相接的时候 那个断面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收尾 我们讲是没办法收尾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处理这些 不同材质相接 我们我个人定义为凹凸有致啦 就是该凸的地方就凸 该凹的地方就凹 这对于女朋友的要求 对我们也了解了 哈哈哈哈 妹妹的房间它有在 本身有在跳芭蕾 这边是妹妹的 我看这个第一名 我们当初设定的时候 它的空间就是 会走比较雅致一点 比较雅致 那像我们配一些奶茶色的 木兰底色系的油漆 去做一个跳色 包括这个玻璃 长红玻璃啊 的一个透光性 包括穿透感 然后包括我们在铁键拉门的 这个部分它的更衣线 我们还是也有做一些 设计 弧面的一些造型 让它的空间再揉一些 这样子就有一个隐私性了 对对对 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它长红玻璃的特性是 你可以进去 没关系 你可以进去 它还是有隐私性的 就是它只会看得到影 但是它的那个折射的感觉 跟质感是很好的 非常棒 包括你看 我关灯喔 你看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它在里面玩 我回家了 回家了 回家了 我们没有做一个 制式的衣柜的概念 就是有点像 我们是可以把它定义为 就是像那个 那个服装展间的感觉 就是直接用铁键去做一个 衣架的造型 未来它可以自由发展 包括它这个 以后这个都现成了 它可以自己拿掉这样 而且因为已经隔一块更衣空间了 就不用再把它锁死在里面了 其实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有更衣间 其实就不见得一定要很自私的衣柜 这个那个形式 包括这边还有一个整面的穿衣镜 这样子 对啊这个多大一面啊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多大一面啊 都知道说今天穿搭到底合不合适 它这个门原本也是在这边 这个差不多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把它改向改来这里 那你这个是就直接保留过来 没有这个 包括这个门斗啊门片啊 我们整个都是重新由木工来去 另外调过了 整个都是定做的 这就是钢刷的实木皮 那钢刷的质感它有那些纹理感啊 包括这都是天然的东西 就不是那种有些贴上去就很死 对对对我们这都是天然的 因为包括小男生的房间 也有一个小小的小刻印间 就是他自己一个小天地 哪一天他想要把衣服 这边其实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因为只是现在都是他的 因为当初屋主有提到说 弟弟他跟我一样喜欢玩公仔啦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会有一些 他想要放一些小公仔的小展示的地方 让他去做一些摆件那样的展示 床头的部分就延伸像屋主本身的个性 就是像一个赛车跑道的感觉 哦有感受到 像一个赛车跑道的感觉 南屋主本身是Langer Lover的高阶主管 那其实当初我们在讨论这个房子的色调 包括整个调性 我们有问到屋主的职业嘛 所以包括你看我们的坎登 我们都特别挑有点像精品那个车头 那个车子的车头的灯 就是用银色的这个去体现 包括你看我们的 都有寓意的 沙发变条那个有没有保时捷的那个 其实屋主本身很爱车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都会希望 屋主有没有一些生活上一些 比如说小亮点啊 或者是有没有特别 对你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情怀啊 什么东西 专属于你的印记 对对专属于你的印记 像我们有些案子可能在厨房的铁件啊 会有男女主人的刺青 我们可能就把它设计在我们的铁件本上面 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屋主满意就非常好啦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窩心球 如果有要合作的部分呢 合作资讯请看到影片的最后咯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